1930年代完工有将近70年历史的台北机场 曾经是全台湾火车维修组装的总部 日前这里举办了铁道文化节 邀请艺术家在机场里面创作 像是光影艺术家吴继聪和陈淑强 他们组装场内的各种零件和废弃机械 打造精彩的光影装置 虽然铁道文化节热闹登场 但是却也面临部分厂区要被拆除的命运 而公民团体就强烈抨击 市政府一手办艺术节 一手却要把厂区给拆了 他们认为应该要全区保留老机场的未来 各界都很关注 挑高将近7层楼 连飞机也开得进来 以钢古锚丁搭建而成 这是台北机场最重要的厂房之一 也是维修火车的第一站 阻力工厂 宽敞的空间内 吊刮大型的照片 呈现当年机场工作的情形 艺术家吴灿正记录 维修火车时的声音 现场播放 让人仿佛回到当年的台北车站 台北机场于1935年 兴建完成占地19公顷 由火车医院支撑 日前开幕的铁道文化节 邀请艺术家创作活化场区 带观众体验悠久的铁道历史 组装大大小小的火车零件 机械 柜子 椅子 艺术家吴继聪和陈淑强 打造的光影装置 名为极光边境 让投影装置沿着火车轨道 缓慢移动 在布幕上呈现极具想象的画面 然后它呈现出来的异象 某程度上试图要去反映 除了这个台铁机场跟台铁 本身的历史之外 还有这几十年来 台湾的都市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变迁 跟乡村自然环境这些的改变 另一个被列为古迹的厂区 是被称作员工交易厅的澡堂 这个中央拱形的建筑 有两个圆形的浴池 当年每天有一千人轮流来洗澡 在台北机场工作 近三十年的老员工 回忆起当年仍然历历在目 到四点十分嘛 到我们四点四十分下班嘛 半个钟都已经来这里洗澡 你看全世界哪有 就有这种澡堂 没有人 没有地方找 所以我们那个员工是两千多人 两千多人 但是来这里洗澡堂 差不多每天轮流 差不多有一千个人左右 艺术家桑德和王雨晨 走访近二十位台铁员工 将他们与台铁的情感故事 画成插画 还自己采访编写 出版台北机场技工 印象日报 持续去跟他们聊之后 他们开始回想 慢慢回想 或者他们来现场 然后看到一些很多场景 然后他们开始回想 除了他们当年的一些工作之后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比起我们天堡堆荒 去想象来的更可贵的资料 八成1887次往北京场列车的旅客 请敏感回车车 出名鬼天 铁道文化节热闹登场 但厂区仅临台北京华地段 新一计划区 却有部分建筑物面临拆除的命运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备受质疑 目前台北机场通过审议 百分之五十六的土地将另做开发 公民团体认为无法完整呈现 当年风貌 希望能争取全区保留 走过近七十年历史的台北机场 能否重现当年风华 各界都非常关注